我相信我不是第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去面對這些 或者遭遇這些不良銷售手法的人 不良銷售手法的個案真的源源不絕 之前我們就報道過 有空姐光顧美容中醫合併的美容院 被瘋狂疲勞轟炸 結果又被迫購買療程 一共損失了三十萬 暫時還未追討得到 節目播出之後, 我們又收到報料 都是同一間美容院 用同一種手法, 聲稱被強迫購買療程 但從二月至六月 六月那次, 我在做臉書 他們就說, 你有其他需要 他們說真的不用, 我那些還未用完 其實我已經在裡面說 他們就挑戰進來 我臉書差不多要一個多小時 起碼一半時間已經在裡面 好像你不拿一張卡出來 他不會放過你 我的感覺是 陳小姐最後都受不住銷售市的無限售 給了錢買多個新包包 已經在那裡幾個小時 我趕著離開 他就說, 你先簽了分期的帳簽 我之後就WhatsApp一張單給你 他第二天就WhatsApp一張單給我 然後他說, 為何十萬元 十萬零不知多少錢 然後我就回覆他WhatsApp 我說, 明明那間店不是說這個錢 我已經說我沒有錢了 然後我說, 他還要看到到期日是一年 我一年, 我怎能做得完 我不會做得完 我說, 我想禁止 他說, 不可以禁止 我問, 難道真的要補充市才能解決嗎 然後他跟我說, 這個是你的自由 做臉書都是希望可以放鬆一下 誰知道現在竟然被美容院搞得身心疲累 陳小姐更加連去美容院都有陰影 我也是很不相信 但我已經付錢了, 我也要用的 如果我不用就更加… 我簡直是完全失敗 然後他說, 要不要轉分店 我說, 不是 我簡直是, 我覺得去你的報道 我不可以拿卡上去 我連坐不上街, 順便上去你 我都要先放下這張卡 陳小姐受同美容院表示 自己會向消委會查詢 而對方就這樣回應 他說, 他會歡迎你去做 我都會去再問 因為真的要提 我真的有跟他說 東張新聞都是說 律師說這個劇結束了 他可以不讓你 我真的照直說, 他說不是 其實我第一次6月 我已經立即說, 他沒有來我 他就說不行 我當然以為真的不行 我都拿了一張卡, 被人錄了 我以為是不可以有冷靜期 不可以解決了 絕對沒有這件事 他昨天也有說, 這些服務 是不包在這裡的 我們就事件曾經聯絡美容中心 他們指事件已經回復給消委會 同時否認種種指控 不過就不願意接受訪問 澄清事件